求道,求道,求了一条光明大道,而你能不能循着这条光明大道去开创你美好的前程呢? 所以,当今你们所要做的是度自己,度己,度人,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先度自己的烦恼。 烦恼去不掉,那你度别人也是虚假的,你所讲出来的也不过是借着名人的话,圣贤的话,在教训别人而已。 能够身体力行做出来的,那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。 如果你不能做道,而你却讲道的话,那不只在训别人而已,而且也有危险。 你有一分的能力,讲三分,那你就有两分的危险。 所以,我们做事一定要怀着谦虚,怀着惭愧不足的心,来调伏自己,降伏自己。